好 农历春节就快要到了 花莲县府为了感谢县内身心障碍福利的机构 照顾身障者相关服务工作的人员 一年来的新楼 制赠县内四家身障机构春节慰问金 包含了黎明教养院 壁士大教养院 安德 企治中心以及衣风园等等 那么每间机构制赠10万元 而除了表达县府的温暖关怀 也祝福机构服务对象以及工作人员 新年快乐 在壁士大教养院院生的掌声和歌声 欢迎花莲县府社会处的立临 花莲县府为感谢县内身心障碍福利机构 照顾身障者相关服务工作人员一年来的辛劳 赶在农历年前 5日前往壁士大教养院 黎明教养院 自证春节慰问金10万元 祝福机构服务对象 及提供服务工作人员新年快乐 非常感谢大家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有我们胡教师还有院长 还有一个在德国的那个 胡教师还在那边关心我们 所以我们要不要很努力 很真真 要把对自己负责好 然后就是给我们胡教师 还有在院长这么辛苦 还有老师们 尽管农历新年 多数工作人员仍牺牲年假 照顾留在机构过年的院生 无法如期返家团员吃年夜饭 以维护机构服务对象的安全照护 社会处长陈家富代表县长徐正蔚前往慰问 表达县福的关怀 除了毕市大教养院 黎明教养院 还包含安德企之中 辛吉怡丰元 每间机构 执政10万元整的慰问金 除了表达花莲县福对生长福利机构的关心 接盘抛砖引玉 呼吁社会各界提供社福机构更多支持和鼓励 共创温馨及关怀的社会 记得讲王业华临时报导